新冠疫情目前即有疫苗可以来预防 市面上还没有任何一款解放 全球现在都在找 我们来看近期有英国研究发现了 主要用于治疗气喘的吸入式的气喘用药 不但可以减缓新冠肺炎的症状 还能够降低重症的风险 瞬间引起国际关注 全球积极研究何种药物能治疗新冠患者 近期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发现 用于治疗气喘的吸入式药物不迪耐德 能够加速病患康复 似乎不仅仅能够降低更快 他们也有更快的症状 他们也有更加症状的症状 但最重要的是 研究和我们的第一个结果 纽津大学副教授指出 纽津大学副教授指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吸入型类固醇 而且有科学实证的一些治疗方法 所以如果内固醇的部分在失早性重症 能够降低所谓的一些缺氧风险 降低它的呼吸重症的话 那吸入型内固醇当然就是更安全的方法之一 医师表示 吸入型内固醇主要透过呼吸道调控 对全身的影响不大 副作用极少 这种内固醇的确可以成为 减缓重症风险的关键 第一个 吸入型的一个内固醇 能够下降气道的一个过敏的发炎 那气道上 第二个 就有民意调控 所以那个气道的敏意能够减少 让身体在病毒的情况过程中 能够维持一个稳定 不会过度发炎 所造成的一些重症的一个关键 然而这种药目前处于处防用药 需要医师的核准才能拿到 轻症患者跟重症患者 一定是在医师指导下来进行 我们也不鼓励 没事去吸吸血管的一个内固醇 所以如果说有症状 或是说新冠肺炎病毒改善之后 呼吸道的肿胀时都没有解决 之后自然而然可以给医师讨论 全球都在寻求老药新用 要对抗染疫后的威胁 目前吸入型药物不敌耐德 引起国际关注 希望借由吸入型药物的特性 有效降低染疫影响 顺利恢复健康 人间卫视这名城 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